台妹又爆大瓜了 称大S行动不便 面临瘫痪的分线 而聚军也知道以后 立马携带2.2亿的巨款 连夜逃回了韩国 半年前张岚就曾爆料 汪小飞买了两套豪宅 有一套让黄春梅给卖了 当时就卖了两亿多的巨款 2.2亿是新台币 折合成人民币四五千万吧 能不成鲁蛋卷走的 就是这卖房子的钱 这个话虽然听着好像有点离谱 但是也算有迹可行 因为近日有韩国媒体爆料 并且晒出照片 聚军也在韩国乐部私属 跟一群朋友吃喝玩乐 而且还开了个大型的泳装派对 玩得不亦乐乎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丢下生病的妻子 自己潇洒快活 妥妥的扎门一个 大S也够倒霉的了 大小S近日频频爆发丑闻 负面新闻越巴越多 之前被黄子脚爆料 稀释为精品 两个人虽然第一时间否认了 可是阿雅燕毛发自震清白 自己没有稀释为精品 所有的压力都给了大小S 网友们喊话大小S赶紧去验毛发 可是俩人一直没有去验毛发 来自震清白 张岚也早在直播间里说过了 鲁蛋原本是有毛发的 因为出入境害怕被检验 所以就把所有的毛发 全都给剃光了 近日因为又被爆料 稀释为精品的丑闻 所以他赶紧跑回韩国了 就是跑路了 并且前几天台媒就爆料 聚军业对大S早就已经厌倦了 鲁蛋在韩国跟朋友吐槽 大S绑大妖元 自己对他完全提不起来兴趣 近一年大S一直被汪小飞 小S和聚军业等家里人 爆料身体很差 不能下床等等 如果大S的钱 真的大部分都已经落到聚军业的手里 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还何必再给大S做免费的护工呢 所以跑路也是必然的呀 之前小S和聚军业 在节目里炫耀鲁蛋在家 与大S有多恩爱 现在看来全都是剧本炒作 所以说一物降一物 大S轻松拿捏汪小飞 可又被聚军业骗钱骗感情 这就叫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聚军业现在在韩国打碟 一个月才赚九千块钱 哪来的钱去开这种大型的泳池派对呢 面对这一切 张兰和汪小飞在旁边也是冷眼 笑而不语吧 前几天张兰一直在说 S妈黄春梅与汪小飞爸爸的巧事 她说S妈一直喜欢汪大叶 被汪大叶正无处安放的魅力给折服 还曾经跟汪汪撬江南的一个店长 两个人为了真汪大叶差点打起来 张兰调侃了好几天 近日S妈黄春梅终于忍不住了 开始霸气反击张兰 张兰还说汪小飞和大S结婚那几年 汪爸和S妈黄春梅关系突然变得亲密 还说汪大叶为了孙子孙女能回北京 使用美男计独自一人前往台北谈谈 可能跟S妈旧情复然 准备和亲了 黄春梅回应 张兰为了炒作 毫无底线的瞎说 自己对汪大叶根本就没有任何意思 当年之所以频频飞往北京 也是为了巩固和亲家的关系 怎么到张兰口中就成了另有所图呢 那几年 大小S正红的发子 自己根本没有心思考虑所谓的感情 由此看来 张兰炒作的嫌疑的一切很大 对于黄春梅的回对 张兰会做怎样的回应呢 我已经说过来 王大爷定呼了吗 王大爷 看看跟那个 光弯的定呼 十年前的时候 王大爷吧 那个跟那个 周梅 就是见面的时候 就一下 翘翔男的开头 那个光弯去了 当年 把那个翘翔男的电场 记得特清楚 哎呀 那简直吧 所以呢 一老一小就抢王大爷 对于鸡胸